各位同学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淑婷老师。 上一节课呀,我们认识了生母宝宝兹、兹、兹。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节课又有哪些生母宝宝要和我们做朋友呢? 啊,原来是兹、兹、兹和允宝宝。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他们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吧。 在讲故事之前呢,我们先来猜一个小小的谜语吧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,这个是第一个谜语,也是我们上一节课学过的一个生母宝宝。 老师问你,妞妞写字,你可以猜到是哪一个生母宝宝呀? 嗯,妞妞写字,想到了吗? 是我们上一节课刚刚学过的兹、兹、兹,对不对? 好,非常棒。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,再来看第二个谜语。 第二个谜语是刺猬弯腰。 刺猬弯腰又是哪一个生母宝宝呢? 想一想,一只小刺猬是这样的。 它把腰弯下来。 哦,你想到了吗? 就是我们昨天学过的,就是它,呲,呲,呲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吧。 第三个谜语是蚕儿吐丝。 哦,它说的又是哪一个生母宝宝呢? 想一想,我们昨天学过的残宝宝吐丝,残宝宝吐丝,丝丝丝,对吗? 小朋友们,你们还记得这三个生母宝宝吗?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生母宝宝呀,和它们可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哦。 不信,我们就一起来看。 先来看第一个生母宝宝,它就在这一幅图画里面。 首先,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,是不是我们刚刚猜谜的时候说的,妞妞写字,滋滋滋。 那么在滋后面又出现了什么呢? 是妈妈坐在一个椅子上,织毛衣,对不对? 那像个椅子的是哪个生母宝宝? 没错,就是喝,现在呀,我们把滋和喝放在一起,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新的生母宝宝,它呀,就是知。 和老师一起来念这个生母宝宝吧,知。 知。 注意发这个音的时候,把舌头轻轻的卷起来,它是一个翘舌音,不要再放平了, 因为放平了就是滋了,来跟老师念,知,知,对了,舌头翘起,知,那么我们如何来记忆它呢? 我们看到,妈妈坐在一个椅子上面,知毛衣,这个知呀,它的生母就是知。 和老师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小口诀吧。 妈妈,知毛衣,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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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来,跟老师一起念一遍,妈妈,知,毛衣,知,知,知。 非常好,你们记住了吗?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,把知宝宝送回它的家里面吧。 我们来看看,知宝宝它又在四线三格中占了哪个格呢? 哦,知宝宝呀,它是由两个生母组成的,那么知就站在它本来应该所在的这个中格里面,而喝呢,也同样站在上中格里。 所以知宝宝呀,就是既站了上格,也站了中格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,知宝宝书写的时候,是由几笔写成的呢? 哦,知宝宝书写的时候呀,其实就是先写一个滋,再写一个喝。 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滋和喝怎么写吗? 来,跟着老师一起复习一下吧。 我们看,滋的写法,一笔写成折三折,在中格里面,对吧? 而喝的写法呢? 两笔写成,先写一竖,然后又弯竖。 这个就是知宝宝的写法。 那么下面,同学们,我们来看一下,如何记忆知宝宝的写法呢? 聪明的同学一定发现了,知宝宝呀,老师刚刚说过,就是由滋和喝组成的。 所以你只要记住了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呀,知宝宝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。 我们来看这个顺口溜。 滋后加喝,滋滋滋。 和老师一起来念,滋后加喝,滋滋滋。 那么我们怎么记忆它的读音来着? 对吗? 妈妈,滋毛衣,滋滋滋。 滋后加喝,滋滋滋。 这样我们就既记住了它的读音,又记住了它的书写。 下面呢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有一只小白鸽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礼物呢。 同学们,你们猜一猜,这个礼物是什么呢? 啊,就是整体认读音节,滋。 它呀,就是滋毛衣的滋的拼音。 跟着老师一起念,滋。 同学们注意,不用拼说滋一,滋。 直接念出来,就是滋。 滋。 那么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滋的整体认读音节是什么吗? 对,就是滋。 非常好,就是滋后加一,就是滋。 那么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呀,是整体认读音节,滋。 下面呢,在右边出现的是滋的四声。 同学们,你们自己能读出来吗? 来,看这里。 一声,滋。 二声,滋。 三声,滋。 四声,滋。 非常好,小朋友们,再来跟老师读一遍。 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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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,那我们知道了,他的四声是什么呀? 你们可以用它们来组个词吗? 比如说,老师指一下,第三声,你来读一下。 滋。 那么用滋组个词呢? 白滋。 我们写字用的,纸张,对不对? 非常好。 那么,滋你知道用什么,可以组什么词吗? 滋。 滋毛一。 还有,老师说,你知道了吗? 知道就是这个,滋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继续来看,滋可以和哪些孕母宝宝相拼呢? 哦,这里啊,出现了三个孕母宝宝和滋相拼。 我们一起来拼一下吧。 老师教你们第一个,下面两个同学们自己拼,好不好? 我们看第一个是,啊。 那么,生母之,孕母啊,相拼就是,之啊,扎。 同学们快速地念过就是,扎,扎,非常好。 那么扎的四声就是,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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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比如说,我们说,同学们,你们去肯德基麦当劳最喜欢吃的那个叫做,炸薯条。 就是这个,扎,对不对? 好,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,老师就要让你来读了。 第二个是,呃,呃宝宝和知相拼,就是知呃。 读出来,老师听一听。 知呃,扎,非常好,扎,扎。 那么,扎的四声又是怎么读的呢? 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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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。 读,你比如我们说,这里就是这个这。 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第三个是,乌宝宝。 乌宝宝和知相拼,组成的就是,你们读出来,老师听一听。 生母知,云母乌,相拼就是知乌。 猪,诶,就是猪,就是小胖猪的猪。 你们见过吗?就是白白的,胖胖的。 咱们之前还学过一个拼音,是乐,哥哥赶猪,乐,乐,乐,还记得吗? 那么这个猪呀,它的拼音就在这里,就是知呜,猪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看看新的挑战是什么呢? 哦,就是这个新出现的,由知组成的三拼音节。 同学们,你们看,在这里可不要害怕。 你说,老师,我看到了四个拼音宝宝呢? 在这儿呀,前面呀,知和前面的知呀,是由知和和组成的。 它是一个拼音宝宝,它念作知,我们刚学的,对吧? 所以说,不要看到它很长,你就害怕哦。 那么它的借母,是我们之前刚刚学过的,呜,运母呢? 运母就是,啊,那么你把它读一下吧。 生亲,借快,运母量,猪啊,猪啊,读出来了吗? 猪啊,猪啊,老鹰,抓小鸡的,抓,抓住的,抓。 非常好,同学们,那么接下来呀,我们就来考考你了。 我们看一看,刚刚拼过的那个是猪啊,抓。 同学们,你们自己来想一想,这个又应该怎么拼呢? 你们给老师拼一下,让老师听一听。 哦,生母之,借母乌,运母哦。 那你来拼出来它吧,只窝就是什么,就是它,只窝,桌。 我们每天吃饭,写字,都立不开的桌子,只窝,桌,和老师一起读一遍,只窝,桌。 非常好,那么接下来呢,我们就来看看,第二个出现的生母宝宝是谁呀? 哦,在它的左边是一只小刺猬弯腰,是谁来着? 是呲,呲,呲,呲的后面呢,跟了一个生母宝宝,它是像个椅子一样的,喝,同样也是一个喝,对不对? 那么呲,加上喝,就是我们马上要学到的这个生母宝宝,它就是吃,和老师一起来念,吃,吃。 读它的时候,同学们注意,也要把舌头翘起来,它同样也是一个卷舌音,吃,吃。 看看这个土花上的小男孩,它在干什么?啊,啊,啊,它在吃苹果,在吃东西。 这个吃呀,就是吃东西的这个吃的生母,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记住它了,弟弟吃苹果,吃,吃,吃。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遍吧,弟弟吃苹果,吃,吃,吃。 同学们注意,一定要把舌头卷起来,如果你放平的话,就变成呲了,把舌尖翘起来,吃,吃,非常好,弟弟吃苹果,吃,吃,吃。